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患者 我们都一样 大家好 我是Emily 陈子盈 在《患者》里面我饰演的是方思佩 像我们 那她其实生长在一个还算幸福的小康之家 有一个弟弟 有一个妹妹 然后父亲母亲都健在 所以她真的是一心就只是想要好好地做一个平凡的人 但是她的命运就是没办法让她平凡这样 其实整部剧都很挑战 应该是我表演生涯里面最难演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最挑战的部分当然就是 如何诠释一名艾滋病患者吧 因为我总觉得就算我们靠得在劲 就算我做再多再多的搜集资料也好 都是没有办法亲身体会她们的感受 所以如何把自己变成那个人 我觉得就是我这部剧里面最挑战的部分吧 当然还有一些身体上的 比如说要减重 我为了这部剧瘦了六公斤吧 这应该是我这七八年来最瘦的时候 也觉得能够征服身体上的挑战 也是一种满足感 看起来疼不疼吗 爸爸 我的天 最喜欢应该是那一场爸爸载我去工作的 那一段期间就是思佩其实在公司里面 受到了霸凌 然后感受到很多很多的委屈 骑着摩托车的时候 看着我爸爸的背影 然后我就狂流泪 其实那一场戏为什么我喜欢 是因为我觉得非常生同感受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也会很常载着我 骑着摩托车然后到处去兜风 所以那一场戏对我来说 就是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连结 其实我并没有期待很多人喜欢这部剧 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人懂得欣赏这部剧 对我来说就是最大最大的成就